又到了熟悉的挑戰環節 這期視頻子儀要挑戰圖書館只能用單發模式 在此之前子儀是挑戰成功過 不過是第三人稱模式的 今天來嘗試一下第一人稱難度相當的高 這種挑戰也建議大家平時也要試一試 給非常好的練手速 當大家剛開始的時候玩不好 竟然子儀對槍對不過 可能隊友這時候就要胸你了 提前注意一定要先把麥給關的 聽不到心不煩是不是 難以置信只能用單點模式 現在比分居然是4比1 對手連露頭都不敢 墨碑是在害怕我 但這並不是最主要原因 在錄這期視頻的時候 規矩剛好是12點鐘 飯點了 規矩小仔肚子都餓了 沒吃飽就來玩遊戲 肯定發揮不好 就算對手這一輸了也輕有可原 沒吃飽這怎麼有幹勁 糟了這M249它不能調單點模式 那只能靠自覺了 我是在單點的 天價錢150發子彈 我瘋狂點點點 三點VSS 你還敢露頭啊 之後的槍差不多應該都單點模式了吧 不需要再額外的調的 注意M24 超遠距離滑船順距離 直接秒殺對手 瀏覽器打開 4399遊戲盒搜索30787有機會獲得吃雞的新軍需 裡面也會第一時間更新一些新版本內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對面這小兄弟明顯是聳了呀 開鏡架著他 想不到你還敢蹦出來 沒來得及調單點模式 這波影響不大 反正也都掛了 來復活之後 再來一戰 真跑哪去了 想不到他們學聰明了 這麼多人都在堵著我 單點的P28C相機的磁水槍 那無理今天就把它打成磁水槍中的機關槍 來你敢出來嗎 大家注意看右下角 120滴血不死 兄弟們有掛 這對手怎麼能鎖住的 注意右下角0滴血拿下對手 這情況子一到是第一次見到 還好他這隊友有點給機會了 對面就算是掛也算是個小掛 並不能影響大局 教大家第一眼中的比你過怎麼頓人 聽到腳步聲很急促 倒數321直接上去拍一過 這波挑戰是挺極限的吧 喜歡影片別忘了點贊分享一波 大家掰掰